高雄市有一名女大生因为感情受挫 结果久后就坐在诸乌处十楼的外墙上 消防队员获报之后前往救援 双方就这样僵持了一个多小时 但是女学生仍然情绪很激动 从十楼愉悦而下 还好消防队员早就在底下铺好了气垫 十楼跳下来的女大生大腿骨折 不过侥幸的捡回了一名 21岁的女大生双脚悬空 坐在十楼的阳台外 情绪相当不稳定 消防队员和同学从另一侧不断的安抚她 不过女大生却不为所动 反而大叫一声往大楼的中庭一跃而下 这一跳让现场所有人都慌了手脚 好在消防队员已经架设好气垫 女大生先掉落在气垫上 才跌落地面捡回一命 只是十层楼的高度还是让她大腿骨折 根据了解这名女大生疑似当天和男友吵架 喝了酒之后一时情绪失控 选择在租出外的阳台上意图跳楼轻声 大叫一声就从那个十楼跳下来 然后跳下来还要我们气垫泳做好 一个防护的动作 我们后来事后来知道是跟男朋友有那个纠纷 感情上有纠纷 从台中独自来到高雄求学的女大生 却因为感情因素想不开 幸好消防队员抢救得盈 尽管大腿骨折 不过已经足够让女大生在医院冷静地思考 人生或许还有更多的选择 好消防队员抢救得盈